稍微消息一起来关心的是三重地区 最近接连出现了有假车祸的事件 有一名女子呢 她在车潮众多的斑马线上面徘徊 然后呢我们看到她当时还不时的左顾右盼的 就连已经是变换了号制灯 她完全都没有闪躲 反而是朝着一部黑色轿车走过去 接着转身假装摔在地上 好在这个假车祸的过程呢 都被民众用手机拍了下来 找对象的 你看你看你看 话才一讲完穿着绿色外套 正准备过马路的女子 突然被轿车擦撞跌坐地上 还有一点痛苦 接着就要向驾驶索取赔偿 但是过程民众手机全都录 放慢动作看仔细 似乎是一起假车祸 人家真的停下来了 她故意的 就是她故意去碰你车子 拍一下之后她就故意跌倒 摔倒之后她还准备口袋的钱 她就掉下来 再看一次画面 女子先在路口徘徊 寻找下手目标 接着选定一台速度较慢的黑色轿车 整个身体粘上去 跌坐地上制造假车祸 回到事发现场 新北市三重的重新路和正义路口 这里车水马龙 大部分的行人都是小心翼翼过马路 唯独影片中的她 徘徊在车潮之间 随机寻找对象 准备大敲竹杠 好的不去工作干嘛这样假摔来骗人家 那第四次的时候我们刚好有路到 就因为接二连三附近的居民只好自立救助 路下整个过程也让假衰竭的伎俩原形毕路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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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